中国中免公布 港交所上市委员会昨日举行上市聆讯 审议该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并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 该公司上市的保健人 已于昨日收到港交所向其发出的信函 其中指出 港交所上市委员会以审阅公司的上市申请 但该信函不构成正式的上市批准 港交所仍有对公司的上市申请 提出进一步意见的权利 该公司试次发行上市 尚需取得港交所的最终批准 该市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外电指中国中免集资额 约50亿至60亿美元 或挑战快手为今年集资最多新股